我們要來看到是俄烏戰的一個最新進展了 目前呢看起來就是他一速從頓涅茨克這邊俄軍的往東推 最新戰況是說呢 俄軍其實是真的有步驟的在打這一場仗 甚至已經把市卻幾座橋樑通通都給摧毀了 所以必須要讓俄烏軍這邊的一些支援部隊要換路繞道而行 那現在呢前烏克蘭的國安局上校就直接的講了 說如果他們攻佔這個紅軍村 也就是大概在這個位置的話 哇那他之後呢就可以直接擊退剩餘的部隊 往前推推到哪裡 就是推到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那個地孽薄河那邊 也就是變成了再往前統進 三分之一真的就不見了 那變成一個天然的疆界 你會問北部這邊怎麼樣呢 五角大廈講啦說烏軍呢應該不盡一切的死守紅軍城 因為這個是有戰略意義的 北部這邊呢看起來是持續的也在打 俄羅斯這邊呢他們比較專注在打的 是這些散兵啊村莊的西部等等等 那這邊呢都有在進行小部隊小部隊的 這些突擊式的戰鬥 那另一個部分則是說呢 因為莫斯科他現在已經有在進一步的講了 說要把庫斯克失掉的10月1號前拿回來 所以現在呢他增加了4倍的兵力 重軍來駐守 同時呢也開始發動一些攻擊 好在這個地方也就是庫斯克在這裡嘛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他們現在呢要把敵人趕出這邊的村莊 所以呢都是重兵的在押近 要把原本失去的一次給他拿回來 甚至呢在這一波裡面 而軍現在呢也在找獲的一些戰車裡面 看到了美國陸軍最大訓練基地的地圖 好這個是哪裡 這個是歐文堡國家訓練中心 拿到地圖之後呢就會知道說 哇美軍最重要的實體訓練到底長的是什麼樣子 從這一些重點這一些軍事人員他應該就會知道 他在戰略上面以及他現在的這一些作戰的方式 可能是朝個哪一個方向再進行 甚至近期呢說這個中心也開始在招一些 會說俄語的人員要來協助美國的國防部 看起來前線的戰事是非常的激烈的 而至於呢你會問後勤的部分 後勤的部分可以看到 兩邊其實都會讓大家想問 你們人還夠嗎 最新一個消息阿聯酋 阿聯酋現在呢說開始在從中斡旋 在9月14號換球之後 接連著兩天都有軍官彼此之間的互換 有超過150名的烏均重獲自由 那當然這些人回去之後 會不會又是進入另一個戰場 畢竟現在對於烏克蘭來說 人就是不夠啊 甚至呢他們本來啦 會給這一些烏克蘭的男性 社會福利金 現在說呢 要請波蘭這邊來停發社會福利金 也就是如果你是義男的話 你現在逃到了波蘭 往西逃對吧 好 不好意思 我不會再給你錢了 請你回到這個戰場上 繼續反國 對抗俄羅斯的入侵 這一些大家都說 是不是就跟兵源有關係 那俄羅斯這邊人可能也不夠 除了傭兵之外 有人說了 他在跟北韓簽了一些雙方的這個合作之後 會不會朝鮮兵會加入 好原因是因為最近也看到了 平凡的派出誰 派出了普京訪問之後 邵伊古 邵伊古去的時候呢 說還是這個 金正恩親自去接機的 那彼此之間的這個互訪 就會讓大家想知道 第一 軍援提供了什麼 烏克蘭軍群機長就直接講了 說這個呢 應該會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而另一個則是什麼 另一個則是人力的關係 有沒有可能會從朝鮮這一邊 有後勤的補給 或是人力往前推進 甚或美國現在在想的是 中國扮演什麼角色 原因是因為呢 他們現在開始在阿拉斯加這邊 遠端進行武力展示 想要的就是對於中國 還有對於俄羅斯 傳達一些信息 必須要知道中俄雙方的 現在在太平洋地區 特別在東北亞這一邊 其實也在進行 所謂的海空的聯軍的演練 那美國這個時候 突然出動了130人 第11空降師來主導 在這一邊來秀Muscle 當然就會讓大家想到的是 你們為什麼要直接來阿劉聲群島這個地方 進行火城 遠程火炮 還有反火力的雷達 等等這一些的測試 這個就叫做針對意味非常濃厚 而且美國現在也再次的來宣布制裁 那RT就是這個俄羅斯這邊的一個通訊社來講說 哎呦我們的爆米花都快沒了 這講這個話當然就是很酸嘛 就是說你美國你還能做些什麼 對啦美國人的東西都沒了 但這樣子我們就活不下去了嗎 到底這場仗打到目前為止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看 因為9月了嘛 再來就10月 能打可能真的是勝沒幾天 想要請教一下介大師 你怎麼樣來看最新的一個軍事進展 我想現在可以很清楚看 看出來普丁的這個俄武戰爭的戰略 它是一個前行公司 它運用這個烏克蘭自己開闢的另外 這個康爾科夫這個新的戰場 它現在等於說 反而利用烏克蘭自己開闢的戰場 現在對烏克蘭施壓 那烏克蘭事實上這個康爾科夫 它現在它是守還是不守 對它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選擇 如果它撤手的話 那就表示說它這個戰略 大概不到一個月前開始的 這個新戰場的戰略 是完全失敗 那又是在歌舞戰爭中 它有一個重大的潰敗 所以我覺得現在 哲倫斯基也面臨一個兩難 他非得守住 他現在已經佔據了俄羅斯的 那小小領土 可是這會牽制住它很多精銳部隊 現在本來俄羅斯大概是1萬多的兵力 因為進去到這個 這個康爾科夫的這個 這個烏克蘭的軍隊 最多也差不多1萬人 所以1萬人兵力 還不是一個很大的投入 可是俄羅斯突然把這個兵力提升到5倍 5比1的戰力 那你烏克蘭你要不要提升軍力 那你兵力從哪裡來 你一定從東線的戰場調回來 東線戰場俄羅斯現在也在加緊進攻 對不對 而且他不是很急躁的事的進攻 他是慢慢慢慢打得很怎麼樣 打得很紮實的 我認為他是把這個紅軍城附近 可能的這些 圍過台反攻這個進攻的 俄軍的這一些城鎮 一個一個先吃掉 把這個紅軍城先孤立起來 那再等最好的時機 來這個致命的一擊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個普丁的整個打法 他是很有節奏的 還有戰略目標的 那我認為普丁基本上他整個打法 他的最目前這個戰術的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要對美國的選舉進行影響 他的目標對美國目前的大選產生衝擊 對誰產生衝擊 對現在賀錦麗的民主黨陣營產生衝擊 所以呢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美國政府是蠻緊張的 美國政府現在第一個 前一陣子這個美國的國務卿去了一趟基辅 那麼帶了英國的外長一起去 當場承諾7億美金的軍演 對因為澤敦斯基跟他講說 我現在軍我現在這個軍人的心想都發不出來了 更不要說武器了 所以7億美金馬上先砸下去 第二個又什麼呢 正在考慮放寬歐美援助烏克蘭的武器使用的範圍 那麼現在最可能的可能開放使用的這個武器 可能是英國Fox核制這個暴風眼這個飛彈 讓他可以直接打到俄羅斯的境內 那麼為的是什麼呢 為了就希望哲倫斯基能夠撐下去 不要在關鍵的時候 你在主要戰場大敗 讓這個賀錦麗的選舉 在美國的選舉受挫 所以這場戰爭現在是大家都在鬥志吧 嗯想請教一下將軍囉 原因是因為當我看到五角大廈 告訴烏軍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叫做紅軍村你要不計一切的死守 因為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我在想啦 會不會也就是真的像張大使講的一樣 因為11月5號他們要投票了嘛 那現在如果真的讓他一路往前推 哇推到了地孽伯和這邊 不得了這個完全不是同一件事了 這願意我請你幫個忙 我覺得你們這張圖畫得非常的好 嗯 你畫這個圓圈就很標準的一個作戰的這種態勢圖 那我現在麻煩你幫我指給大家 各位觀眾 這個寫個盾內刺客那四個日突出來那個小紅 有一個小突出點有沒有 嗯 就是那個紅色部分小突出 那就是紅軍村的位置 那大家看一下 那北部就是12點鐘 這個圓圈的上面12點鐘方向 就是哈爾科夫 也就是現在二軍進攻的地方 是這個地方 那下面那邊有一個地名 寫個D開頭的那個有沒有 就聶伯河 地聶伯城市 對 那你現在畫一個箭頭 從盾內刺客那邊畫個箭頭到 這個地聶伯 這樣畫一個箭頭過來 那各位看到 這樣是不是跟上面來講的話 烏克蘭的軍隊就整個被包圍在烏東地區了 是 父輩受敵了 所以為什麼用這張圖來做個說明 為什麼現在大家 為什麼把紅軍村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節點 但是關鍵什麼 如果說是紅軍村一旦失守來講的話 他後面就沒有防御陣地了 沒有攻勢了 那就是坦克洪流直接衝到聶伯河那個地方 然後跟北邊的哈爾科夫 就形成一個包圍的態勢 最起碼烏克蘭來講的話 就是父輩受敵 那這邊從紅軍村到地聶伯 這邊是有一條標準的道路 這個對有一條很好的同行道路 可以說俄軍來講如果說攻克紅軍村之後 他打到 打到蒂涅伯這個城市來講的話 可以我相信速度會非常快 第二個我們看庫斯克 我們就下面這張圖來跟各位做說明 這個 這個右下角的那個淺藍色的是俄軍的位置 淺藍色我們看到比較多 這個是哈爾科夫這個城市 看到的是俄羅斯的部隊來講 已經攻到 已經突入到國境之內 然後這個目前烏克蘭在這個地方做抵抗 那這個左上角那邊 是這個庫斯克現在的戰線 所焦灼兵力所在的位置 那紅色的點代表這個烏克蘭的部隊 然後深藍色的那個點代表俄羅斯的反擊部隊 那就不是就是一大坨那個地方 那個是烏克蘭的反擊部隊 那我特別要講 如果說這個庫斯克這邊的反擊作戰來講 我認為就俄羅斯來講 是一場教科書級的這個反擊作戰 反擊作戰有幾個要把握數 第一個是封鎖底部 第二個是阻止尖端 你進來的部隊我不讓你繼續再突進來 然後底部的部隊我用飛機用炸彈去封鎖你 讓你的後援部隊沒辦法進來 讓你的後勤部設施沒辦法進來 然後我從哪裡打呢 我從你腰部打 那你看看現在來講的話 那個深藍色的 右上角庫斯克那個深藍色 是不是從中間腰部的地方 往這個地方打下去 那這個地方打下去 我現在跟各位講 這個推進的速度有多快 為什麼烏克蘭在這個地方會遭遇到很大 可能會面臨到一個很大一個挫折 然後普京為什麼講那麼大話 這場戰爭打了兩年 他居然可以說在10月1號以前要把庫斯克奪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庫斯克是俄羅斯的領土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烏克蘭沒有在這個地方建築任何公式陣地 然後這地方一片的平原 這俄羅斯部隊它可以躺個洪流 可以衝進去 所以目前來講以它進展的速度 9月10號左右才開始發動攻擊 從側邊發動攻擊 到現在今天來講我看到今天早上雙方的泰士圖 他已經打了十幾公里遠了 已經突進去 那距離戰略要地 我們經常講到一個地名叫蘇甲蘇甲 這是庫斯克很重要的地方 大概只剩下不到20公里 也就是如果打到蘇甲的話 那庫斯克這邊的部隊 就完全 這個烏克蘭部隊是完全被殲滅 那就不是說這個奪回私土而已 就俄羅斯這樣 我不是奪回私土 我就把有聲部隊徹底殲滅掉 那現在講到最後講到如果這場戰爭打下去的話 烏克蘭真的很慘 我們現在講換球 你知道烏克蘭現在來講最新的一批囚犯是什麼 是女兵 烏克蘭很多的女生 都是年紀很輕的女孩子 她們不得已沒有男生的 就把這些女兵送上戰場 那這些女兵前一陣子 我看到那個影片 釋出來的外界的影片裡面 全部都被俘虜被二軍俘虜 所以這場戰爭很明顯的 烏克蘭已經打到沒有兵了 已經這女孩子都必須要上戰場 然後美國現在來講 雖然說前兩天我們看到這些新聞 拜登趕快喊煞車 他說不要用我美國的這種中型戰術導彈 去打莫斯科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國家本來說 美國說你可以去打 英國你要打 你用暴風引力飛彈去打 英國現在還喊煞車了 我不要 然後還有一個國家不要 德國也不要了 所以這個國家都已經看得出來 那現在最危險我覺得是哪幾個國家 波羅地海三小國 可能下一個被修理的國家 其實我覺得美國人很好笑 他現在五角大廈建議物軍 不計切代價死守紅軍城 這個道理別人都懂 問題是你要人家拿什麼東西來守 你給了他什麼東西 你是給他什麼樣的先進裝備 還是給他的人員還是什麼東西 如果什麼都沒有他到底要拿什麼東西來守 他現在是兩方面都遭受到壓迫 一方面在紅軍城這個地方 他現在已經越來越危急 那在庫斯克這個地方 他現在也面臨俄軍的強大壓力 那剛剛立將軍也提到了 他的有生兵員已經不足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還能拿出什麼東西來抵擋俄軍的攻勢 你們北約這些國家講得都很好聽啊 你行你上啊 你怎麼不上去搜搜看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把別人的命開玩笑 現在整個情況對烏克蘭極端不利 如果你美軍真的有心想要幫忙 就進去啊 要不然就把美軍現役的武器 直接丟過去給他們 那你願意做這些事情嗎 你現在都還在限制他的 長城攻勢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其實北約跟美國信息都很清楚 這場戰打不贏了 只是這場戰不能夠在11月 美國大眼前輸掉 差別就在這裡而已 所以我覺得美軍現在大概 就是還是會少量援助烏克蘭 想辦法讓他去拖 要烏克蘭用盡一切力量去拖住這場局面 至少在大選前 不要一敗土地 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對烏克蘭來講 你在美國大選前 你為了紅軍城 把所有力量全部都 終結了之後 請問一下 那11月以後呢 接下來後面的大筆土地 誰來幫你守 你的兵員在哪裡 武器在哪裡 恐怕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個狀況 那北韓本來就有提供大量軍援給俄羅斯 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的就是 北韓這幾年 他在導彈科技上的突飛猛進 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都是美國自己錯誤的戰略造成的結果 那現在局面演變成怎樣 這樣 請問一下美國到底有怎麼收拾 是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好我們要講到說呢 現在在中方 他們除了在無力上面 有所這個斬進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經濟方面 他們的硬實力 軟實力方面 譬如說呢 現在他們的輪胎廠 直接在塞爾維亞這邊來開始量產了 那他們這個塞爾維亞總統武器期 就直接講了 他是怎麼說 他說這個是塞爾維亞史上 最大的一個綠地投資 他說他不想提醒 有多少針對他的攻擊 但他覺得很幸運的是 他頂住了 好原因是因為呢 這個工廠開始生產 或是開始來進行量產之後 可以幫當地1200人創造就業機會 那也預估說呢 他們的實現出口額 可以到2億歐元 甚至明年可能可以翻倍 變成5億歐元 那這一些呢 就是所謂的中賽合作當中 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政績 另一個部分呢 他們的前三大出口商 現在說近乎啦 都是中方這邊的路器來進行包辦的 也因為雙方確實在商業上有很多的往來 那當然人員上面也就會有需求了 也是因為這樣中賽他們要開始來進行對接 也就是直航 說呢之後會有廣州這一邊推出一個新的航線 一個星期有兩班次直接飛到塞爾維亞的首都 讓他們的對接更加的順暢 現在其實在塞爾維亞有很多的基建 確實就是靠中國 原因是你看這個是他們的國家足球體育場 塞爾維亞的總統 塞爾維亞就直接講了沒有中方的這一些協助的話 他們很難造成這樣規模的體育場 又或者是說呢橫跨多腦核這樣的一個糧食通道 這一些基本上也都是中國的基建基數 在這邊能夠來做運用 現在講到基建 很多國家想到中國 但問題是老大哥美國要告訴你 我們其實也可以啊 看看我們吧 好中方呢 那現在鐵路的營業里程 最近突破16萬公里覆蓋99%的人口 有超過20萬個城市 16萬公里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呢 16萬公里大概就是繞著地球的赤道四圈 這樣的一個長度概念 這個是在中方他們的高鐵 現在呢時速呢 說還可以保證有350公里 用唯一一個在高鐵時速 350公里商業營運的國家 這個是他們對於他們自己自身基建的一個驕傲 而這個底氣 現在美國就講了 我們也有 原因是因為呢 西門子交通要在美國建立第一個高鐵的生產設施 那你會問他們自己來做這一些子彈列車啊 或是這個是他們所分享的 內車內部效果圖 包括派對拋箱 這個看起來真的是蠻漂亮的 如果真的做成了 在哪裡用 哎是在加州來加州的高鐵第一個車站設計的方案揭曉 你來看看起來也是美輪美奂 那現在呢說預計會在2030到2033年間投入營運 只是啦之前加州的高鐵有一座橋樑是蓋了16年 所以現在這個加州的高鐵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蓋完 當然啦當地人大部分還是抱持樂觀的態度 但是就是大家會想說哎呀這一次有真的可靠嗎 請教一下介大使您怎麼樣來看 這個是中方呢現在在輪胎場跑到塞爾維亞這邊來開始進行量產 讓武器級很開心 對因為中國大陸我想這個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投資策略啦 因為歐盟逐漸的對中國大陸啊 採取比較多的貿易的限制 甚至投資的限制喔 雖然這個中國跟中國大陸跟這個歐盟之間的這個投資協定好 一直卡在那邊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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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好 可是歐盟事實上的話過去對中國大陸在他的境內的一些 尤其這個基礎建設投資都有都有很多雜音 因為呃比如說道路或者鐵路或者橋樑好有中國公司得標的話 歐洲很多國家都在心理上沒有沒有辦法接受 那呃現在塞爾維亞他世上他正在申請加入歐盟階段 那麼如果說他可以從這個塞爾維亞好先取得啊 一些投資的一些成效的話 那將來從這些塞爾維亞還有匈牙利這個國家進入到歐洲市場 好那就不會受到這個好歐盟的市場的話 就不會受到歐洲國家好在歐盟體制的這種限制 所以我覺得就中國大陸除了這些就是說 發展援助協助塞爾維亞發展經濟的角度出發 有一部分考量另一方面也考量到中國大陸整個產業在歐洲的佈局 因為中國大陸除了現在產品很有競爭力以外 還有就是基礎建設的這個競爭力也很強 那事實上很多地方強過歐洲的這些 歐洲的這些基礎建設的公司 塞爾維亞用的大部分的他這個不管橋樑道路火車 他用的是歐盟的標準 所以中國的公司進入到塞爾維亞去建設這種公共建設 基礎建設他是用歐盟的標準在建的 所以也讓中國大陸的公司能夠適應好歐盟的標準 那麼目前在塞爾維亞我看包括塞爾維亞跟這個匈牙利 大概成效都算是還是蠻具體的 都受到當地的很大的歡迎 那他的施工工法還有他施工的標準 還有就是產品檢驗的標準都已經達到歐盟的標準 這個橋樑也不是隨便亂修的 鐵路也不是隨便亂修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變成就製造業 現在中國大陸也往歐洲移轉了 其實製造業我們了解就是說 你建一個這樣子的工廠 其實它就是跟中國大陸的這個產業鏈是一個掛鉤 我們以前在很多我們這個台商到東南亞去這個設廠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好像我們的資本外移 可是我們在東南亞很多國家設廠的台商 他習慣使用的工廠的生產的設備都是我們台灣產 所以造就我們台灣的精密工業 我們精密機械工業在各地方有很大的市場 是因為我們台商到那邊去投資的結果 那大陸的這些廠商他比如說他到這個歐洲去設廠 不管是汽車工業還是這個輪胎工業 那麼他裡面用的生產的工具基本上應該還是中國大陸 所以他設一個廠就把它整個的這個這個廠跟大陸的這個生產線 這個所謂的這個生產鏈就連接在一起 所以這個我覺得大陸應該會不只是塞爾維亞啦 匈牙利啦 你會看歐洲國家會有越來越多中國大陸的投資 當然塞爾維亞因為跟中國大陸特別的友好 所以他就守蒙其會啦 不過我覺得他可能不是第一個 是 請教一下李將軍 這個大陸高鐵有16萬公里是什麼樣概念呢 是比呂北城議員的聶伯河還要多4萬公里 那當然我們知道所謂道路運輸來講有很多種手段 公路運輸 飛機運輸 機場運輸 那美國他們以前認為說他國度很遼闊 所以他要快的話他用飛機嘛 那要有道路運輸來講有彈性 最有彈性是道路運輸 可是運量來講 這兩者中間大概就是鐵道的運輸 現在來講的話我覺得這個大陸來講 16萬公里的高鐵就融合這三個優點 第一個他可以很快 他速度來講不見得比你機場慢 因為機場你要經過通關啊 或者到達機場 離開機場再到市區這個道路來講的話 就像我們現在從台北到高雄 那我們坐高鐵了幾乎沒有人在坐飛機了 第一個他快 他不見得會比飛機速度要慢 第二個他也非常有彈性 你只要蓋到哪裡我就可以延伸到哪裡 其實跟公路比起來他的彈性不見得會少 第三個就運量來講的話 其實他比公路又要多 如果說你現在我們當然都是帶人 一次像這次馬上中秋節了 那我們旅客來講人數增加 我馬上就可以加掛列箱 然後增加班次來講運量也不會少 所以我覺得高鐵的運輸 是現在文明社會裡面必要一種運輸手段 那當然來講未來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陸他絕對不是僅止於高鐵這項運輸的手段 我們現在看到什麼第一個就是長江三峽 他水路運輸水路運輸運量更大 一條船你看看三千頓 他這個在柬埔塞他幫忙蓋 幫柬埔塞蓋的這個德蟲湖南運河 可以帶三千頓的船 就小型軍艦都可以直接開上去 三千頓不算小型軍艦 這個9701號也不過才2000多頓 他三千頓的軍艦都可以開上去 所以運量可以很大 那在大陸來講的話 他除了在自己長江三峽有這種水運的基礎建設之外 他現在在柬埔塞這邊也幫忙蓋這個水路的運輸 另外我相信在很快的時候我們就看到 大陸來講他不管是長江或黃河 還有這懷蘭這邊的以前古時候 說是南北的這個運河 他如果說打通開通來講的話 他會變成一個水路的一個運輸網 讓他整個運輸量會有更加大的一種可行性 是請教兵哥 我覺得中國大陸這幾年正在用他強大的基建能力 在全世界各地開疆闢土 那也獲得了蠻多豐厚的這樣一個效應 那賽爾維亞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賽爾維亞過去其實老講這個國家也並不富裕 然後相關的基礎建設也很薄弱 那在跟中國大陸合作之後獲得了很明顯的一個增長 那這自然會吸引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 想說他跟中國合作這樣的狀況不錯 那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比照辦理 那當然這會引起西方很多憂慮 比如說像印尼的搖岸高鐵 就被中國大陸建成之後 很多人就開始批評說你印尼這樣太依賴中國大陸 但是問題來了 好你覺得他太依賴大陸 那請問一下你們有什麼別的能力幫他做嗎 你美國也沒有這個能力啊 所以不要去批評人家怎麼依賴 而是你自己你也可以去搶啊 但是你自己的鐵路都蓋不好 可是我必須講 可能有點顛覆大家傳統上的概念 世界上鐵路最多的是哪個國家你知道 是美國 其實美國才是全世界鐵路第一的國家 它有22萬公里的鐵路 比大陸還要多 但是問題來了 它的鐵路電氣化程度多低你知道嗎 不到1% 也就是不到2000 就是大概2000出頭而已 是接下來看看俄烏戰爭 最新的一個發展是 雙方已經連續兩天進行了換服 換球換服的動作 那這已經是大戰以來第八次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 有103名烏軍被放回來之後的畫面 是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 協助底下居間的斡旋 那終於互相交換一共有206名 這個畫面上看到的都是烏克蘭的士兵 他們烏克蘭這個官方 還有媒體所釋放出來的畫面 那互相好不容易可以回家了 不管是擁抱 或是終於可以平安回到自己的家園 很不容易 哲倫斯基說今天能夠成功換服呢 歸功於什麼 說是因為烏克蘭近期突襲了俄羅斯邊境 庫斯科 所以才能夠換服的嗎 我想他一直在合理化 到底去攻打俄羅斯境內是不是正確的 現在是在被反省檢討當中 而烏克蘭呢 現在紅軍村已經開始撤退了嗎 這幾天我們連續關注大概已經一個禮拜說 被團團包圍之後 俄軍已經宣稱奪回了烏克蘭東部的一座村莊 也就是在紅軍村旁邊這裡 但是呢因為最近呢南部軍區積極的效果 這是俄羅斯的宣傳說法嘛 所以呢在紅軍村這個城叫紅軍村就得以解放 看起來戰情真的告急就差那一步 有一些人在撤退了嗎 那或者是已經在旁邊的這個附近的這個領地 都已經被俄羅斯給佔領了嗎 那烏軍甚至有一名匿名的軍官受訪 他告訴BBC記者說 軍方現在不讓我們撤 他說要叫大家不計一切代價守住陣地 往往會導致折損部隊跟資源 所以有一些部隊被包圍 但有些人已經開始想要逃了嗎 那歐美是不是可能在這個角色裡頭 有沒有可能變成正式參戰 這也是普京全力在防堵的 他公開的宣稱如果呢這些西方國家 同意烏克蘭使用遠程飛彈打俄羅斯的話 那就意味著歐美跟他們開戰 那一天所謂俄羅斯前總統說的 一個巨大的灰色的融化斑點 就會有更大的問題 甚至訴諸核武嗎 那根據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報導 在英國的角色的部分呢 到底要不要允許這件事情 英美兩個老闆們總統領導人見了面 卻沒有直接正面回應這件事情 那在報導裡說 前國防部長前首相都敦促啊 要趕快同意啊 但是在國內仍然 仍然在這個官方繼續推遲的情況之下 也因此烏克蘭的飛彈問題緊張局勢升級 以至於俄羅斯驅逐了六名英國的外交官 認為他們從事間諜跟破壞活動 所以取消他們的認證 下一步會不會也是更多更積極的動作在英國呢 現在雙方關係很緊張 但是北約的軍事委員會主席說了 烏克蘭已經具有充分的軍事理由 可以去打擊俄羅斯境內了 那這個是美國跟英國現在相對保留的這件事情呢 北約卻主張應該要讓烏克蘭有更多的武器 可以深入俄羅斯的領土 那接下來的代價可能是什麼呢 更大的世界大戰嗎 而美國要跟澤倫斯基見面 討論戰爭戰略這件事情 本月份也要更多的 所謂的實質的支持計劃 要怎麼援助 但是看到拜登跟英國首相施凱爾 兩個人見面的場合的時候 大家都在關注啊 所以你們要支持 繼續有遠程的武器去打俄羅斯嗎 記者問了這個問題 被拜登給制止了 聽聽這個畫面 我想要不要把勒克蘭的危機都說 要不要把勒克蘭的危機都說 還叫記者安輕一點 因為這是急切記者想要知道的問題 究竟美國跟英國要不要同意烏克蘭使用武器 去攻俄羅斯有長城的武器呢 但應該現在看得到的是俄羅斯直接包 包括跟中国大陆 跟北朝鲜跟伊朗的各种合作 包括有共同的演习 是30年来最大的之外 还有各种俄国的飞弹 伊朗 这种提供给俄罗斯的军援的武器的部分 弹药的部分 北朝鲜也一样 当然这也是西方世界最担心的 将军怎么看俄乌战争最新的发展 我认为俄乌战争是 在乌克兰来看是战略错误 因为它跨境攻击库尔斯克 这个是造成它兵力分散 所以它的红军城它守不住 它如果自重点于红军城的话 像说俄罗斯的军队想要拿下红军城 那要汇九牛二虎之力 但是它已经兵力分散 那现在打了那么久 无可能兵力越来越弱越老化 它这个时候兵力一定要集中 在几个战略要点上面 集中在这个战略要点上面 让俄罗斯没有办法轻易地攻下 目前要这个样子 不要再分散了 再分散了 只有被俄罗斯的军队各个击破 所以我们可以看 按照整个来看 乌克兰丢失的领土 以开战的时间成正比 开战的时间越长 乌克兰所丢掉的领土是越多 反而是没有办法收复光复 归附它的尸土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乌克兰的战力是明显的趋均下风 那现在如果西方国家要给乌克兰 让乌克兰能够使用长城的这种打击的武器 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的军事目标 我认为效果有限 第一个要攻击多少的数量给乌克兰 那乌克兰能够多少的数量 能够有它的载具跟载台 来发射这些长城武器 去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第三个有多少的这些武器 长城武器可以正确的命中目标 因为中途会经过俄罗斯的军队 或者地对空反弹 这些相关的武器做拦截 所以这方面经过这三层的考量之后 所能够目前的状况 已经给得太晚 给的数量能够有多少 能够多少改变战局吗 我认为效果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现在乌克兰在这边呼救 希望国家赶快释放 就是说能够使用长城武器 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要军事目标 我认为这个已经变成 这个战况已经不利了 想要力挽狂难 扭转败局 我认为效果不大 那我们现在看最重要的 我认为作战胜败决定在战场的指挥官 在国家的统帅 因为泽伦斯基 他是典型的 他这个领袖 是典型的信心超过能力 他对这个俄乌战争 他很有信心 认为可以战胜俄罗斯 这是他的信心 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落差非常的大 那这个将帅无能 这个官兵呈炮灰 害死三军 这是乌克兰的 大家有很多媒体 当然说都乌克兰最后会赢 但是我只有一个纯军事的观念来看 乌克兰想要打胜这一场战争的结果 为乎其为 是不可能的 其实乌克兰现在能撑这么久 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那很多的这个来源 就是因为西方的支持 杨老师刚刚看到了英美 这个支持武器是最关键的 能不能再原原不绝地送进来 泽伦斯基一直在喊话还催促 太慢了太慢了 那英美现在的为难当然是如果真的让他可以同意达到远程飞弹 达到俄罗斯 自己可能会卷入战端 我觉得 现在在讲乌克兰 所谓使用远程武器 援助乌克兰 或者是怎么样的新的战略去对抗俄军 避免红军层失落 都是假议题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11月5号 50天 50天 各位还记得上一次 川普跟贺锦丽 辩论的时候就谈到这个议题 俄乌战争的议题 如果是俄乌战争这个议题的处理 我其实是希望川普能够当总统 他说 这个战争根本不应该发生 这个战争到现在已经死了很多人 乌克兰都讲假话 这个战争 他可以在当选总统之后 在1月20号就任之前 所谓的总统后当选人的身份 他要把它结束掉 他把普丁找来 他把泽伦斯基找来 他要结束掉 这是一个拜登的战争 然后呢 主持人问贺锦丽 你对于这个战争 我们支持民主对抗侵略 少来了 2014年 美国支持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更换政权 当初的那个总统 是合法选举上的 他只不过是 不愿意去签署 跟欧盟的协议 有人民抗议 美国人啪支持他们 当时后来做 这个副国务卿的 跑到街头上去支持那些 暴民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事件 侵略 那你美国侵略 伊拉克不叫侵略吗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认为 美国打伊拉克是非法战争 你怎么讲你是侵略者 所以这个事情 大家都在等这50天之后 川普如果当选 所有的事情都没了 什么远程飞弹 是不是 俄罗斯也在趁着这50天 如果川普当选 这50天他要去扩大他的战果 他要去把库斯克的那边的人 大概两三万的乌军 已经是摁中捉鳖 他要把他给缩 但他也不愿意死太多人 不愿意这个战争太激烈 可是他也要预期到 如果今天是贺锦丽当选 你问我会预测谁 对不对 我下个礼拜来预测 那但是呢 如果说贺锦丽当选 他要做准备 他要扩大这个战果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的这个情况 拜登已经没有可能 去做任何的影响 你回过头来看 这个战争死这么多人 乌克兰上司这么多领土 都是拜登的战争 难道现在只是在撑到 大选之前 不要结束战争吗 周老师 好 要怎么撑下去 现在就是说美国 这个布林肯已经暗示说 美国可能会放行 让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长城武器 长城飞弹 可以打进俄罗斯的本土 那其实过去 美国是不同意的 因为认为说 他这个数量有限 他应该用在 克里米亚 用在他最关键的战场上 那现在为什么松动呢 第一个当然是英国的压力 英国希望美国采取积极的行动 去支持乌克兰 第二当然也是看到 就是在库斯克这个地方呢 乌克兰面对俄军反攻的压力 越来越大 所以他要避免 乌克兰在这个库斯克 乃至于整个乌东战线的崩溃 他当然希望要做这件事情 当然希望能够增加 对俄罗斯的压力 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俄罗斯不断地用飞弹 去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而这些基础设施 那么谁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俄罗斯进攻持续进行 那是美国要去帮乌克兰 修这些基础设施 修这些他的电力 电力网这些 所以当然他希望 能够阻决俄罗斯的攻击 好那俄罗斯会有什么反应呢 普丁已经说 就是说如果乌克兰 所使用的西方武器 打进俄罗斯的本土 就视为是西方对普丁的战争 开战 说归说他会怎么做 现在大概有两个可能的行动 第一个 俄罗斯方面透露的讯息是说 他有可能去攻击英国的 在欧洲大陆上的战略资产 这个讲得比较含蓄一点 比较模糊一点 什么叫战略资产呢 大概就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部署的部队 其实英国今年已经部署了 两万名的军队到欧洲大陆上去 那么当然主要在东欧 特别是在这个爱沙尼亚 这里头其实这个整个北约的部队 是由英国来主导 大概有1700名 因为爱沙尼亚 其实距离俄罗斯就非常非常近 所以当然英国就必须要考虑到 就是说他们要怎么应对 一个可能来自于俄罗斯的攻击 那当然在这个之前 普丁还有可能做另外一件事情 去回应这个西方 现在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红线给向后退的这样一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行动呢 就是试爆核子弹 那俄罗斯上次试爆核子弹是苏联时代1990年 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 所以他当然用这个试爆核子弹来说 展现他的一个愤怒 那当然这个也有另外一个隐身的这种可能的行动是什么 就是他会可能会撤回他跟西方国家跟美国跟这个北约国家签署的各项的限武条约 那这些其实都会加剧这个俄罗斯跟这个西方国家之间的武器军备竞赛 会使得双方都处于更不安全的境地 这个大概是我们未来要看整个俄乌战争发展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就是西方跟俄罗斯之间的军备竞赛跟相互的威胁 当然随着美国的大选倒数50天一定这个抗中是共同的战略 所以美加被形容叫做升级包围来围堵中国大陆吗 包括了加拿大国防部长到日本去访问 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特别讲 加拿大正在讨论要加入AUKUS这个所谓协议 用来对抗中国在亚大地区的日益成长军事影响力 那甚至日本要不要参加呢 大家一起来参加呢 这里的影响是什么 那因为加拿大自己也并还没有正式的加入 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真的对于 这个日本这边共同对美国的防线有所帮助 当然北京的香山论坛闭幕之后 解放军特别的向美方递送了一个书法 他们的书法是什么 叫做这个以和为贵的书法的调衡 这是由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陈晓东递出来的 中方已经继续做好了 斡选者劝和者代表他们谈的是和平啊 要协商啊 而国防部长董军说的是 香商论坛成为大小国家都平等参与的全球安全治理重要平台 不要扩大成更多的争端跟战事 是不是所谓的共族和平共享未来 中方提出来 但美方加拿大现在看起来更多的是围堵或者是经贸开战 其中9月27号很关键的日子快到了 这个是更多的美国的关税 9月27号生效 9月13号确定的现在对于中国的电动车 增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太阳能啊电池啊钢铝啊都有更多比率的关税要来惩罚中国大陆的进口 但美国还要不止哦 民生物资现在经济通膨对于国内的选情很有影响 但他也要向廉价商品征税哦 国际上的邮包进到这个网购嘛 进到美国境内低于800美元本来是小额有豁免的 现在也全面要征税 说有漏洞啊 有各种的商品啊需要要用征税的方式来围堵这个中国大陆在国内的经济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措施 要砍向大陆的网购平台 对于低价商品在整个市场消费来讲 还是可以满足一些比较经济能力消费没有那么强的消费者 这样的做法到底会不会自伤呢 尤其是中国进口的纺织品跟服饰啊 这样的加税之后直接会增加70%的价格 受害的是谁会不会是平民老百姓跟消费者呢 那像中日对决也是一样的道理哦 被形容叫做最关键的关类关键转类点 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本田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连续三年下滑 那今年下滑更严重 根据数字来讲 2到8月都是强力的严重的下跌 低到22% 最多到8月还可以暴跌到4成4 那不只是本田丰田啊日产汽车都一样 几乎是这个中国大陆市场的内卷 都是自己国产品牌在成长 那么日本汽车销售量遇到了重大的阻碍 那欧洲呢 中国冒协冒处会呢 批评美国要对这个关税9月27号更多的严峻的措施 会影响中美合作 但欧洲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转还的空间 例如呢像从加拿大日本啊印度啊 这些进口的这个物品 强力的还以反倾销税来进行立案调查 那当然这很严格也会立刻对这几个国家产生冲击 欧洲会相对的缓和一些 因为欧盟就说啊本月25号还只是针对 要不要对中国电动车关税来进行投票 最后的结果还不知道 看起来还有很多可以谈判或舒缓的空间 但是欧盟呢如果这样做 真的提高关税 智商的可能会更严重 因为呢包括广州跟中欧的这个 中欧列车啊 中欧欧班列车八年之间 海关累计的监管进行的各种班列里面 各种的消费跟金额 构筑的两个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 影响的才是真正的叫做黄金桥 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各种金额给断掉 提高关税的话 中欧班列成功的开启的模式 也将会受到重击啦 然后我们老师当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啊加拿大 在选行选举之前当然抗中啊 27号马上登场的电动车关税的抵制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欧洲 欧盟现在9月25号还是27号会做投票 是 他们要15个国家支持 他有25 27个会员国 要15个国家 但是呢这15个国家人口要超过 欧盟的65% 这个案子才会通过 所以关键就是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这些人口比较多的这个国家 西班牙 西班牙首相已经去过大陆 表示反对 当第一个 所有的欧洲的车器 这些车商都反对 那你怎么说 这个会对我们的欧洲竞争产生压力 因为你会失去大陆市场 而且大陆也会反制 所以就变成一个贸易战 很简单的讲 各位 这又是一个美国的对欧盟的施压 冯德莱恩就是强力的 要通过这个17到36% 新增加的关税 再加上原来10% 所以呢 比美国的百分百 加拿大百分百 大概就是一半 但是呢 这也对欧洲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 美国要去针对欧洲的汽车力 很大的这个压制 打压 可是各位 就是今天 华尔街日报登录一个什么文章 它的标题叫做 福特汽车的CEO 到了中国的时候 被吓到了 他说什么被吓到 福特汽车的CEO 他叫金法里 他回到 他就是 才上个月去 就是中国大陆看一些汽车 不只是看福特 他看 其他的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他回到了美国 跟他的董事会人说 中国车器 正以光速前进 在汽车上 所使用的人工智能 和其他技术 与美国现有的技术 截然不同 而且这些提供流畅数字功能的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正以低成本供应链在价格上击败对手 他亲自进去做 他的财务长进去做 这都是华尔街日报写的 今天的华尔街日报 他们被吓到说 这个车体设计流畅 行持平稳 里面感觉高科技感 而且半年就新的模型出来 小鹏 华为 BYD 仰望 这都是高阶的 不是低价的 所以他的说 美国跟全球的市场 已经不是在90年代 面临到日本汽车的这样子的一种 攻占的这种威胁 而是一个完全不同 因为它是一个电动车 它新的领域 同时 华尔街日报 它因为好几篇都在谈同样的问题 它既电动车之后 中国又试图主导 AI驱动自动驾驶技术 所以这已经不是车子问题 这已经不是电池问题 这已经是一个平台 一个智能化 而且它不只是车子 它跟你的所有的设备 它跟你甚至家庭 甚至这整个AI都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我亲自去北京大兴的 他们这个就是小米汽车工厂 也都看过 小米汽车工厂还算是比较 不算是特别高价 因为SUC只有大概台币不到100万 所以呢 你看到的是现在 全世界都有一点在害怕 在围堵 希望能够用保护措施 让中国的汽车进不来 但是挡不住了 他说这已经 我在讲福特汽车的CEO 他说这是挡不住的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造成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我们如果跟不上 那基本上其实只有改超换代了 如果按照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的话 看起来是一个分水岭 您另外一个技术的世代 不在同一个平台竞争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美在香山论坛上有一些军事上互相言论上的角力 但实际上在经贸上面更是直接 尤其是美方27号开始有更严峻的关税措施 对它这些关税的话会造成贸易壁垒 这些关税由从25%甚至加到100% 那这些关税加到会变成商品上面的价格上扬 那商品价格上扬之后 会造成消费者在这一方面的能力的萎缩 你贵那么贵 那变成消费市场就会受萎缩 那这样的话会加剧了物价上涨 你物价上涨 你因为加税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就造成通膨 通货膨胀 你物价上涨 那你因为通货膨胀 那你就不利于利率调降 因为你通货膨胀严重 你要紧缩 你要紧缩利率就不能调降 利率不调降 就会影响到大家投资 因为利率太高了 这些资本家 这些企业主 他怎么样去投资 他不要投资 因为利率太高了 那大家不愿意投资 那会造成就业市场下降 因为大家工作就会变少 所以整个这个循环会出问题 那最重要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美国的制造业 像去年中国大陆的制造的产值 总共是5.06兆美元 在全世界大概 中国大陆大概排名最高了 5.06兆 但是美国的制造业的产值 美国制造的产业是2.7兆美元 美国大概的制造业的产值 只剩下中国大陆大概 55%左右 那这样的话 就是比制造业了 那制造业的话 那中国大陆既然制造业强 那当然就要外交到美国 美国只有党 那靠什么党 靠关税来党 其实美国应该脱胎放股 来整顿它的制造业 让它的制造业能够更起来 而不是靠金融业 保险业 或者是其他的衍生性的商品 那这个毕竟不是制造业 制造业毕竟是经济国力之母 应该是这个样 它应该从产业结构来做调整 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转型 动作是太慢了 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它现在 它自从一带一路开的时候 它把那个投资扩大 另外它的市场也扩大 市场随着一带一路也出去了 所以你看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 它的投资进去 市场也进去 让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商品 可以卖到全球各地 第二个 中国大陆增加它的铁运跟海运 你看它的铁轨一直在这 轨道运输 你这样子运输快速的话 它的商品的时间成本降低 为什么 你快速送达 你快速送达 时间成本 运输成本都相对降低 那它产品的竞争力就变强了 还有海运 它的海运也是这样 中国大陆那么多的这些 油轮或商轮货轮 它也不断地往外出运输 去做外贸 然后去销售 这样子的话 当然它的这个时间成本也降低 变成中国大陆的制造业的 竞争力提高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 它增加它的运输 不断地 欧洲班列或者海运 有它的考量 海运都全面来推展当中 休息一下 往上回来 美国因为国内的大选 对于抗中的关税措施越来越严格 但欧盟现在看起来是还有转环空间 首先我看美国的这个关税 看起来像是一个做动作 因为这个其实早就宣布了 并不是新的 但是因为拜登政府也很了解 这个关税刻下去的结果 其实可能是两败俱伤 那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在美国创造新的产业 但是他在选举前 他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网购商品影响就比较大 就是说到底他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 然后他 因为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规定 还是看你的执行程度 那为什么我讲说这个跟选举还是有关 因为其实他的电动车也好 或电池也好 有几个地方是在这个所谓摇摆州的 那这个选拳宣布 当然对他在摇摆州竞选是有帮助的 但实际真的执行这种东西 往往其实这种贸易报复措施 都是两败俱伤了 所以未来能够走多远 我觉得还有的观察 倒是欧盟的这个决定是有趣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大陆这些车厂 本来提议是说要设定这个价格的下限 不能低于多少的价格 然后还有这个销售额的上限 欧盟方面已经拒绝了 可是大陆的这个商务部长王文斌 现在到了欧洲去 所以看起来还有一波的机会